航空母舰的建造和创新已然成为了国际范围内的新形式 世界上第一艘核动力航母是由美国建造的 但是这一艘航空母舰被建造出来之后 完成了它的使命就被停用了 这一艘核动力航母被停用了之后 仍然占据着绝大部分的核资源 于是美国决定将它拆卸 从着手拆卸这一艘航母开始 一直到去年12月份才结束 用了四年耗费了8亿多美元才拆卸了一小部分 如果美国继续拆卸下去的话 需要耗费的天前很可能达到15亿 而这些钱足以建造一个中型航空母舰 这样看来美国拆卸核动力航母是示范功倍的事情 但是核武器毕竟是威力极大 现在不拆卸以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危害 核武器在历史上总是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 人们通过日本的原子弹灾难 才真正见识到了核武器的威力 核动力航空母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利用了核的力量 但是像如今这一艘航空母舰已经被停用了 其拥有的核资源也应该被得到有效的利用 如果放任其泡在水上 极可能导致核泄漏也浪费了资源 这也就是美国为何不惜耗费大量的财物和时间去拆卸的原因 但是从美国这件事件来看 运用核动力来推进航母的发展 需要更进一步的技术提升 但利用核武器总共是一个发展趋势 提前占据技术要点 或让自我有更大的发展前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